两个日期相差几个月 相差几天比较简单 相减就好了 OK 那可是如果说我今天要两个日期相差几年的话 其实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H你可以用什么 用义尔减义尔 有没有用义尔 那你要怎么减 比如这两个相差几年 你可以先用义尔怎么样 先用日期时间里面的义尔函数 义尔函数里面先抓这一个 他2006 然后你就怎么样 把它减掉什么 减掉这边后面减 减掉前面这一个 前面这一个的话就A3 一减之后不就26年 但问题这个方法减出来的 他不会管你那个年是不是已经满了 满一年了 满一周年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 如果你今天这样是有满 可是如果你现在把它改成8月的话 他还是26年 他不会动 可是实际上有没有满 没有 可是这个义尔减义尔就是不会管 月跟日有没有满的问题 但如果说你今天你希望 要能够 他如果满一年才累加一年的话 那你就可能不能用义尔减义尔 你可能用另外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 dass 不然就是这个datvous 还有那个datvous when the also 规 al移尔减义尔减义 如果这个datvous 模式 什么叫相容模式 就是你不能 你不在这边插入 你可以直接用打的可以 但是你不能加进 那个清单里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直接打 但是特别说 这个很容易打错 因为之前同学常常打 DATIF打成什么 DATATIF等等 反正你就记得 刮胡 然后呢 它需要三个参数 也要自己加 第一个参数是 前面的日期 前面日期就七日期 第二个日期是 后面日期 第三个是 你要比什么 比什么是一定是一个文字 所以是前后要算 比年的话呢 就是给个Y就可以了 最后打个勾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 它两个日期相差几年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这边假如说呢 我把这边日期 其实结束日期改成8月 它没有满 Enter 像刚刚这个地方还是26 可是这个是25 也就是说 它如果没有满的话 就不会自动帮你再加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 这个第一个问题 解决 第二个问题 就相差几个月份 几月 比如说这一个日期 跟这一个相差几个月 那你不可能说 用天除以30天吧 不可能 因为有四种 29 33 33 那怎么办 你可以用DATIVE来做 那DATIVE一样 你还是要必须要自己自己输入 输入完之后的话 一样嘛 所以DATIVE 然后前面日期 后面日期 那后面的话你就把它 把Y改成M就可以了 它就会自动帮你去过滤掉你刚刚那个论 反正你又不用管了 什么大月小月 润月 还是不是润月 它都帮你cover掉 OK 然后打个勾 这样都OK了 313 那当然如果你用其他的方法 你就没办法 因为如果你用月份 其实我觉得DATIVE是最好用的 不然的话 你不可能说 像之前真的有人除以30 那算出来对不对 但不对啊 OK 那天的话怎么算呢 往下 我把它填满好了 它这边改一下 这边改成D就可以了 不过其实 这个地方 不用DATIVE也可以 为什么 我刚刚讲过嘛 很简单嘛 对相减就对了 OK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你不用DATIVE 其实也是OK的 打勾 有没有 一模一样 所以DATIVE我觉得 最有帮助的应该是在算月份的地方 有没有 所以这个 如果不会用这个来算月份 他真的头痛 你还要解决那个什么润月 还有大月小月的问题 太麻烦 DATIVE一次就把你搞定了 OK 但是他缺点就是 你要自己把他用相容模式打上去 OK 那再来的话 还有几个问题 因为底下我们要算什么 算这个人 他出生到现在为止 他几岁了 所以特别注意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如果你这个地方用Y模式的话 那实际上如果你没有满 他不会帮你再加 所以有剩下几个月 所以如果有剩下几个月 你可以用YM 他会把那个 你算完年之后 还差几个月 比如说这个假设八月 他还没满 所以基本上他等于有十一个月 所以剩下早的 等于有点像早十一个月 他帮你留下来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如说我用这个方法 向下再填 我用来改的 这个地方如果用YM 打个勾之后的话 他会出现一个月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是满了26岁 以这个来看 如果我今天一样 这边的话是死的 有没有 他就是26岁又一个月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又过了什么 八月 九月 因为九月 十月还没过十五 所以就一个月 但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我把这边改成八月的话 那就25岁 那这边一样把它改成 一样把它改成八月 他会早的就是早十一个月 有没有 又剩下十一个月的意思 所以他会把你那个 年之后早的剩下几个月 帮你用YM这个参数完成 那另外的话 有年有月 剩下的天的话怎么做 其实他用MD 帮你把剩下的天数 也帮你留下来 所以如果我今天 要知道说这个人 出生到今天为止 这边可以再把它改成 YMD MD这个参数 打个勾 OK 所以我也可以把它改成八好了 假设他这个人 如果他这个人是 1980 八月到这一天好了 相差多少时间的话 那我可以25年 11个月 又28天 这样就算出来 那也就是说 待会如果要算什么 底下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就可以用刚刚的方法 那主要可以用三个 E YM MD YM跟MD 然后呢 可以把它套到这边来 但是我要显示的是 他是几岁 几岁 几个月 又几天 所以你要怎么刚好 所以这边的话呢 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 这边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串接 而且里面要放Dative好几个 那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Dative主要就是解决什么 解决那个 像计算那个年跟月 比较麻烦的问题 你可以直接交给Dative 所以如果你工作上 真的不用Dative 真的是相当麻烦 因为很多事情 自己要算那个 相差几个月 相差几年 这个 对于内建的函数来说 是相对的比较麻烦的 好像刚刚一尔减一尔 它的麻烦地方就是 它不会再帮你看 那个月跟日 有没有满 所以如果你要月跟日 也要满 才算多一岁的话 那你可能要用Dative来完成 试一下 待会呢 请各位也试试看 把底下这一题试试看 这一题比较麻烦 比较难的就是Dative 你要先取 税 然后再月 再日 但是而且要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然后再次